军力部署 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的整个阅兵的仪式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哇这个军力感觉上 是不是真的构成一个很强力的威胁 而除此之外呢 其实今天也还有一些 很有趣的观察点 包括了这个北韩这样子盛大的阅兵仪式呢 可以说是大家很少见的 而今天呢 我们可以看到 北韩军方 今天这个部队 他们整齐划一的T正部 这个T正部的这个画面 就好像当年国军阅兵翻版 只是两国的T正部的方法 好像不太一样 首次开放媒体拍摄 北韩部队T正部 整个队伍好像在跳舞 动作快 而且前进的速度也很快 让很多观众相当好奇 他们是怎么走的 来看看北韩中国台湾国军T正部 有什么不同 北韩军队双手拿枪 脚45度上扬 速度快 最大的特色 就是他们几乎是用交换踩地的方式 没踩一步就好像跳了一下 中国军队一样也是双手拿枪 45度脚 速度也是很快 相较于北韩 似乎没那么动感 再来看看咱们的国军弟兄 单手拿枪脚踢45度 不同的地方是 单手90度垂直拉到定位 看起来像机器人在走路 看完男生再来比较女兵的裙子 北韩木兰兵穿的是窄宽裙 而中国女兵穿的是窄裙 踢起正部来 有点卡 所以她的特色就是那长军靴 而咱们的女中豪杰 穿的是宽裙 旁边开刹 活动比较方便 好我们看到现在北韩这个踢正部的这种方式呢 其实也引发大家讨论 觉得跟我们很像不太一样 稍后我们也会来跟您来分析 其实这真的是各国有不太一样的状况 也有不同的用意 而刚刚我们也提到在这次大阅兵当中 我敬平所讲到的 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武器 这个武力的展示 其实是值得注意的 其实刚刚讲到 它的最新的就是这个暴风型的坦克 暴风坦克 然后它是从 其实我最上面这张照片 它原来的T62T72 从这个基础上去研究 然后研发改良 然后它还有其他大部分的一些自走炮 还有它的火炮 其实北韩的陆军 它的一个陆军地面部队很多 就像中国大陆的解放军一样 他们地面部队多 所以他们的火炮的那个门数 跟那个它的一个坦克车战车 就会比较多 比较着重在这方面 因为当年打韩战的关系 所以他们会比较着重在这个 其他就是在我们四人所知道 比较熟悉的飞弹跟核武 所以比较人家一想到北韩的军力的话 就会想到它的长程 中长程短程飞弹的尸射 大概是这样 那今天这样子放眼望去 他们阅兵的这个阵容 有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武器出现吗 其实就是主要 大家关注的就是我刚刚讲的暴风坦克 然后大普通二型的这种飞弹 会不会再出现这样 会不会看到这个是观察的焦点 好的 同时我们刚刚也看到说 这一次他们阅兵的仪式当中 所谓的T正步 大家也会觉得说还蛮有趣的 为什么北韩不管是这个男生女生 他们T正步感觉上 好像有点在跳舞这种感觉 到底跟台湾有什么不一样地方呢 事实上好像北韩的 他们T正步的方式是学俄罗斯 就是过去的苏联 那过去的苏联的话 他们训练的时候跟德国不一样 德国那我先站起来看 就是说我先讲女兵部分 女兵部分先要练手 一定要练手 因为你手摆得均匀的话 那你的步法 就是说像那个女兵这样子 踢的那种步法 对不对 然后过去台湾的女兵 应该踢128步 到了民国67年 蒋经国担任了国家元首以后 第一次阅兵 他就改成了128步 不144步 一分钟144步 对那像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到了现在是应该是144步 那这个中间的区别 还有北韩的120步 这个中间的区别 你要看看他们的军装 各位可以看一下 那个中国大陆女兵的这种踢法呢 她的裙子都是窄的 穿那个长统军靴 所以她踢的步数最少 差不多只有114步 那台湾叫做宽窄裙 台湾过去也是窄裙 她过去窄裙的话是128步 那从蒋经国那一次以后 她是宽窄裙以后 她旁边开叉 所以她那个腿的部分 她那个腿的部分 可以就是说练到将近144步 那北韩呢 今天我们画面上面看到的都是窄裙 她那个手的那种动线 没有像台湾这么流畅 她只有踢120步 那过去选女兵是最为困难 女兵她要三围 胸围 腰围 还有腿线 臀围 是考量大家的那个身材 不能差太多吗 所以她要看过去一直线 一直线 所以就是说女兵 她们在训练的时候 胸 腰 臀 还有腿线 还有她的腿线 你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她们那个什么腿线都要用齿 用齿粮过 用那个齿粮过 通常是萝卜腿啊 或者是腿比较大的 然后就是说 那个大小腿的比例 有点问题的是 通常不准 还有身高 所以腿要一定要漂亮 对 腿要漂亮 最终要身高 台湾过去规定是 158公分以下子 余率不准参加阅兵 158公分以下 所以他们通常 就是说这个中间的误差 大概是164到158之间 那今天我们看到了北韩 120步 那个是典型的俄罗斯那种 叫做跳跃式的阅兵 这样子 跳跃式的阅兵 所以她的步伐会拉得比中国大陆 甚至于比台湾都要大 但是你时间上你要算准 那更重要的 这一宣女兵你还要看 各位如果去看阅兵的话 你还要看她的队型 是方正是长方正 或者是矩正 就是正方形的 还是说长矩形的 那今天我们看北韩那个是长方正 长方正不好踢 因为人数多 人数多 人数越多越难踢 像台湾这个比较好踢 它是一个矩正 一个正方形的话 它就比较容易踢 所以各位看世界各国的阅兵 我再讲一次 现在的阅兵大概三个国家 都是学这三个国家 第一个英国 那11阅兵那个中国大陆 那个骑兵那个抛骑的方式 还有走路的方式 各位去白金汉宫看 那个就像英国的阅兵 那过去中国大陆 就是用英国式的阅兵 那台湾自始至终 是德国式的阅兵 那个北韩就是苏联式的阅兵 所以世界上踢阵部 大概都是以这三个国家的 阅兵典礼为主 那为什么踢阵部 还要再分每分钟踢多少下 这有什么差别吗 没有 这个要管控 这个是要管控 好比说 我们刚刚讲完女兵 现在讲男的 男的是要怎么样 男的是要手 各位 手先放在后面 然后脚要向前踢 呈现45度角 所以男的是练腿 女的是练手 这样子 这样转来转去 然后你 不能像我这样 那我这样做并不标准 那我这样做是说 上身不动 这样子转 然后这样静 静 静的时候 他那个动作 他要非常的快 所以女孩子一定是要练手 然后男孩子 就是双手放在后面 那个脚呈现45度 一步一步的踢 这两种哪样比较累啊 感觉上两种都很累 假如金国先生在那一次 我们足足训练了差不多半年 这个半年之中 晚上怎么睡觉我们都不晓得 然后一定悬尿 然后像女孩子是比男孩子练得还要累 那我知道是女孩子在各个方面都比男孩子累 大概是体能上的关系 还有他要走的那种小碎步 小碎步是最难掌握 然后像北韩那种跳动式的 跳动式的是虽然容易掌握但很难踢 因为他的步法 他每一个步法你都要算 所以过去我们在踢那个阅兵的时候 像男孩子都一个罐头放在前面 用那个竹竿掉那个罐头 你非要踢到罐头的口上 这才及格 那像那个女孩子都是一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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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到了最后摄影技术发达的时候 他一列一列他拍的时候 就给你定格定格定格 然后他告诉你的缺点是在哪里 然后再把它改进 那至少像类似的演练都要演练半年以上 所以说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盛大的 这个阅兵仪式 在背后其实所经历的过程 他们的练习其实都非常的辛苦的 而这一次至少你说 像有华刚刚讲都要练至少半年的时间 而这个盛大的阅兵仪式 主要就是为了要对这个 之后的这个金正恩的这个接班布局 来做一个很盛大的宣誓 而不过也因为这样子的考量 所以这次的北韩有史以来 进行最大规模的阅兵 中天新闻台也特别出动了熟悉 东亚情势的资深两岸记者戴律 他独家深入了神秘的北韩朝鲜 为您带来最接近现场的第一首独家报道 我们就和这个中天新闻记者 一起来前进北韩 我们来先带您看看 这北韩接待人金正日首度公开出席的阅兵大典 中天新闻前进北韩 我们今天是台湾唯一一家电视台 唯一一家媒体进入到这个大阅兵的 这个仪式的现场为您做卫星连线直播报导的 唯一一家的台湾媒体 我们现在透过电视画面 您应该可以听得到 在我后面的非常壮盛的军容 还有非常响亮的军乐声 那么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平壤 平壤这个金日成广场的广场的旁边 那么在我后面 您可以现在看到就是一个方阵 一个方阵走过去的 就是一个一个的阅兵仪式 应该会有包括炮兵部队 还有装甲部队 以及导弹的部队等等 那么今天这个庆典会分为两个方面来看 前半部会是一个大阅兵的这个仪式 那么在大阅兵之后 会是一个比较欢乐的场合 也就是歌舞表演 这个游行 还有花车这样子的一个仪式 那么今天在这里呢 不仅要看热闹 还要看门道 其实今天全球媒体 会有这么多全球媒体来到平壤 来报导这一次的党庆大会 主要就是因为金正日 他这个带着他的第三个儿子 也就是金正恩 他正式的在全球的媒体面前亮相 好我们看到金正恩今天呢 是在媒体面前亮相 正式宣布他之后的接班地位 好到底金正恩是何许人也 刚刚我们稍微提到过 不过我们也为您整理一下了 金正恩的小档案 其实这个神秘的北韩 包括连金正恩的背景呢 其实大家都要猜半天 有人说的是一九八二 或是八三 或者是八四年生的 而是生日是在一月十八号 现在已经定为国定假日了 而他的母亲呢 是金正日的第三位妻子高英姬 他已经在二零零四年病逝 而高英姬在生前的时候 他就很希望说金正恩 未来能够来接班金日成的位子 而他现在的头衔是包括了 人民军四星大将 好也可以说要把他这个地位 更巩固起来 他在整个这个所谓的金氏家族 他是排行第三的 据他的学历呢 在比较早期的时候 从一九九六年到二零零一年时 他当时是就读在瑞士伯恩的 国际学校 也因为他曾经在瑞士念书 有出国念书 包括了英文德文法文 他都会讲 所以有人在观察说 他在未来对于所谓的北韩改革上面 有没有可能呢 也因为他的国际观而有一些不同 好另外呢 他在二零零二年到二零零九年的时候 他就读金日成军事综合大学 以及这个金日成综合大学研究院 好这就是整个金正恩 他的背景资料 而现在其实我们也知道说 他很年轻 不过呢 现在他的父亲希望说 他能够来巩固这个接班的地位 但是呢 这个位子是否真的能够坐得稳坐得牢 这个林委员怎么看 他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接班趋势 这当然就是说 先讲这个国庆 这是他们的党庆 不是国庆 党庆 党庆就是说他们这个党 劳动党就是他们的执政党 那是唯一的政党 然后加上这个用阅兵的方式来进行 就党跟军就结合在一起 那唯一的任务呢 就是要保证金正恩来接班顺利 那这个他是不是能够顺利的接班 我论问题不大了 因为他们你看 他们已经经营了两代 金日成金正日两代的经营 他们的力量已经 深入到每个地方去了 而他对一般的百姓的控制 那种严格 一般百姓也没有什么示威的那种权利 最重要是他抓军队抓得非常的近 我们大概不能只看他是一个 金日成交给金正日 好像是一个家庭的问题 他不是家庭 他是个家族 就是他们已经发展出 不是只有家庭 是扩展出去 包括殷勤在内 已经牢牢的把这个北韩的政治舞台 尤其是军队是抓得很近 比如说他们这个国防委员会的 第二号人物张成泽 他就是金正日的妹夫 他这个妹夫他本身就是 国防委员会的副委员长 这仅次于这个金正日 所以他这个就是一定要保驾的人 然后他的两个兄弟 又是在军队里面 抓着这个军 牢牢的抓住这个军队 所以这是一个家族的政治 就是说那种除了有共产党的那种 政党的组织的严密以外 他也加上东方的那种父权争执 延伸出来的家族争执 所以这个双重的东西在里面之后 它是牢牢的 非常的牢靠的在那里 另外一个当然也是中共有一个 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说你除了有外力 很强大的一个外力支持你 或者你内部本身要来挑战金正恩 未来的这样一个领导是很难的 那外面唯一能够影响大概就是中共 可是对中共来讲 他希望就是北韩平平安安 平平稳稳的 不要出现什么样的动乱 如果北韩出现动乱 你说中共怎么办 他要进军呢 还是不进军呢 而且这动乱的结果 会不会促成南北韩统一呢 这最后是非常不好的 如果没有统一 而是北韩长期的动乱 那中共简直要长期的输血给他 要养他 所以这个也不是所乐见的 所以整个来看 我看北韩内部要有人 可以挑战金正恩 我看是不可能 但现在您刚刚所提到说 像是他的那个 就是那个张成泽 其实他现在也扮演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来帮忙辅佐这个金正恩 未来的接班 不过就他们所谓的内部的 这个所谓的权力结构 有没有人 就是没有任何一个 需要处理的权力抗衡的势力 金正日他可以很放心的 就把所有的事情 就交给他的媚婿来处理吗 有问题的人就处理 所以最近不是这个 也是张成泽的这个 长期的这个金正哲 就死掉了 神秘的死掉了 这个本来也是在北韩 有可能被做掉的 也是数一数二 就是说金正日底下 可以跟张成泽 这个唯一可以对抗人 神秘的车祸就没有了 这他们可以处理 一夜之间就可以处理掉了 这就是说一个密闭的 一个独裁的一个政权 跟外面开放民主的社会 最不一样的地方 独裁者他只要抓住了军权 只要抓住了党权 他可以一夜之间 就可以让他的政治上的 可能威胁的这样的一个敌人 就把它处理掉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 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一个金正恩一上来 好像还就突然间出现很稳 现在过去这几年 我想金正日就已经在布局了 哪些人会影响到 他儿子未来的领导呢 他就把它排除掉 哪些人有帮忙就让他起来 像我们刚刚讲张成泽 这等于是金正恩的舅舅 张成泽也曾经下去 那我们要再上来 这就是一个家族政治的一个微妙 就是别人再亲 也没有自己家里人亲 尤其你是当鸠鸠的 你当鸠鸠是这么的大 而且这么的重要 把你当鸠鸠的弄上来 你当鸠鸠的 总不能对自己的外甥下手 所以如果金正恩日 如果他挺不住 他走掉了 那这个鸠鸠就是要副驾了 就要保证这个金正恩 未来统治要顺利 好 所以现在所谓的独裁政权 要这个第三代要接班 除了要面对国内很多的 这个权力的平衡之外 也可以看到其实之后 有没有还有国际上面更多的问题 他们有待解决 而金正恩未来还有什么样的挑战 我们广告回来继续讨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